而在这场感恩茶会上 新任的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 傅昆奇他再次强调 未来会全力国会特征主 全力推动打贪打斧 国会革新厅政权 调查权及不得藐视国会等入法 来达到监督制衡的目标 感恩茶会的现场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傅昆奇 光是这次时间就讲了将近十分钟 傅昆奇表示 如果能下九合一选举甚选气势 给他六个月全国服选侯友宜 相信侯友宜会当选总统 算有很多遗憾 还是相当感谢很多人的努力 不过傅昆奇也强调 未来会成立国会特征主 全力推动打贪打斧 国会革新听政权 调查权以及不得藐视国会等入法 达到监督制衡的目标 如果我们能够 顺得2022九合一大声的起始 在祝祖新岛之下 雷克在2023把力量整合完毕 今天总统当选就坐在这里 入围困期六个月的时间 来办国总统全国服选 我相信他会当选 我们会在立法院 成立国会特征主 我们全力的来推动 打贪打负 更会 国会把75年来 在台湾 我们国会的革新 包括听证权 调查权 不得藐视国会权 以及国会作证政言不得说法权 全部入法 让民进党找不到人当部会首长 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说我 唯有如此连结的政府 才能有强大的国家 傅昆奇表示 制衡的力量就是要人民有感 未来所有需要立院通过的人事权 包括考试院 监察院政府院长 司法院 大法官 监察委员 考试委员 NCC的同一权 都要记名投票已是负责 全部公开透明 让乡亲有志的权利 并且一起守护中华民国 记者刘宾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